适应力就是由心开始的 与其维持一个高峰状态 不如让心里有一个巅峰的 心理调试能力 在这里我们参考太阳上升和水星 这个三个星座大家可以学习它们 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三个星座特质 也很棒哦 第三名 水瓶座 创意无限勇于尝试 就是调试能力有时候是来自于 说创意有点抽象或专业了 事实上就是想法多 想法很多 是不是 你给我变什么 你丢问题来 我就接得出球 因为我想法多 随时可以跟你对频率 知道你想要什么 其实最直接的业务方向 就我知道它的需求是什么 有时候客户说不清自己的需求 但是我可以盖到 他心里最大的动机在哪里 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所谓的创意 其实就是你不停地问 不停地尝试 在接球的过程中 一直去调平 我们来看第二名 好 射手座 射手座像韦庭的太阳水瓶 都是射手 水星都是射手 然后亚兰姐水星也是射手 是哦 好奇冒险 生存力强 这个叫什么样的适应力 所谓的好奇它是一个驱动力 如果我们一直觉得环境在变 一般人会疲累 但是有一种人不会疲累 就是保持好奇心 哇 有在变吗 所以那个力度在哪 方向在哪 有什么好玩的 他用一个冒险的精神 去面对这些风云变换 这个就是把那个注意力 从害怕恐惧 转移到寻找机会 乐观积极期待的状态 这就符合哈佛心理学的 正向心理学 一个保有期待 一个保有信心 比较乐观 这个就是误打误撞 就找到了一条 自己的生存力的方向 所以调适力 有时候是转念 而不是说 我就一定能战胜它 对 真的是随波出流 就是借力使力嘛 好 那我们看第一名 双子座 零子座有时候会觉得说 它不稳定 遇到任何事情 它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说好听一点 好像适应多变 但不好听一点 就好像墙头草什么都好 但是事实上 人如果传统 你就不喜欢墙头草 但是如果今天 事情没有好坏之分 是不是我先立住脚 再看我要往自己 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在哪里 所以这是比较 食食物者为俊杰了 这个适应力来自于灵活 市场需要什么 风向在哪里 只要我不害人 只要我能帮助自己 那我就可以快速先应变 我先像小草一样 把自己的种子种下来 有机会开花 我再开花也不迟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有耐心的表现 它在动的过程中 保留了时间的延续性 让自己有机会活下来 所以有耐心不一定要等 而是在动的过程中 慢慢地伺机而动 总之适应力强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这样的能力 祝福大家看到自己的优点 谢谢 我问一下若薇 说你第一次当作家的时候 就沟通不良 后来转战人力银行 到公司去上班 竟然让你更是生不如死 对 我本来觉得当作家 可能已经是 算是非常跨领域了吧 这原来是主播嘛 对不对 这原来是主播 然后后来我本来幻想说 我想要当可能三重嘉庆军 还是桃园笃林哥 结果后来就想说 我要取一个新的艺名或笔名 像春豪阿姨这样 我想说我不要再用我的名字了 然后我不要用我的脸当封面 我也不要放我的照片 结果就跟出版社有点 小小我不愉快 对 人家就是要靠你这张脸 出版社说我就是要找一个 有很多职场经验 然后你又是人力银行 就是各方面 她说你不要用你的脸 那我们帮你出书要干嘛 他们也很直接 然后我就说 好啦 那封面要用我的脸 你就用吧 要用本名好吧 这样子 然后结果 因为当时我是在一个演讲 认识出版社老板的 她说我就是因为听人的演讲 才要找你出书 你还要匿名 好 然后就开始写 很开心的泱泱沙沙 写了五六万字以后 真的我有准时交稿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当作家还要叫稿 然后还要自己叫稿 叫稿完以后排版也要过 结果她跟我说 不好意思 五六万字太多了 要删一万字 我说为什么要删一万字 我辛辛苦苦日日夜夜的 这血汗 她说因为我们要放的照片 说现在的人 就是看图文会比较习惯 如果都只有文字的话 会可能销量比较差一点 其实说真的出版社人也很好 因为硬彩色又硬厚 他们的成本比较高 对 然后但是他们就说 一定是得要拿掉一些字放照片 然后我就觉得 我想要成为这个作家的新身份 感觉好像被抹杀了 可是当然了 后来我顾虑到他们的角度 还是要有商业考量 就还是说好 那就删吧 但幸好或者他们的决策是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 同期的书里头 我有拿到第一名的派行榜 做人还算成功 那是你有帮忙行销 对不对 对 就是也感谢很多的老师 你如果不放照片 又匿名 又比名 等一下又最后一名 我跟你讲 好像有点道理 好 其实还是要听专业的话 我觉得 那幸好我们那时候 也没有太坚持 结果到人力银行之后 就更可怕 到人力银行 我本来想像的应该是 你到底人力银行 是去上班做什么职务 我本来以为就是发言人 那可能就了解一下 公司的营业状况 然后了解现在社会的就业情况 结果没有 就太合适了 每天就是美美的 然后发言 专业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这样 结果没有 其实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像包含谈标案 发言人谈标案 我是有负责谈标案的 然后还有我们会负责一些 校园端的业务演讲 然后我每天中午 我要做直播节目 我要当制作人 然后我要当主持人 要计划 然后结束以后 那个来宾有的时候 是一些餐饮业 然后因为说真的 大家都很忙 好忙喔 真的 我还在那边帮忙洗碗干嘛 可是因为 还洗碗 对 餐饮业来这边 可能要示范一些什么的 对 然后因为说真的 其他我的同仁都在忙别的事情 然后我也有一点那种理想博的个性 我就想说 没关系 我来 然后我就自己摸摸地把碗拿去洗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还好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事情的人 我觉得实作我会很踏实 但是我最不适应的是 我以前在新闻台 然后我以前也做过节目 然后是被人家节目说 很吵耶 你不要吵 吵死了的那一种叫我安静一点 就爱讲话的 爱讲话 然后当不管是企划制作人 或者是到后来当主播也好 可是这也是你的强项 就是沟通嘛 跟所有的人沟通 这个是 但是就是会被嫌很吵 其实在公司里被嫌很吵 做节目的时候有被嫌吵 那其实到新闻圈以后 真的如鱼等水 新闻就是一直 啪啦啪啪 一直要讲一直要沟通 那个八点的带子到底好了没 六点的带子好了没 就一直在那边大喊 都用吼的 就会问说 那个车祸的稿 不好意思 对 但是到了人力行行 到人力行行到企业界之后 就是很安静 那个安静是大家没有办法想想的 上班的环境 对 我记得我刚进去 第一天的时候 我对面的同事 就是我所谓的对面就是 比我跟雅兰姐更近吧 这么近 然后她打电话给我 打了分机 我电话接起来 我想说可能是公司外部的人 结果没有 是我对面的同事 她打电话来说 等一下那个十点的会改成十点十分开 好 就这样 拜拜 然后想说 她其实站起来就可以讲 可是我后来就是要去适应 企业里头的这个 文化 很安静 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很干扰 所以我讲话都非常地小声 轻声细语 然后要开始维持很有气质的样子 然后跟同事讲话呢 很近也要打分机 对 要去适应啊 不同期也有不同文化 所以 朵霖哥 下一段你先问 第二段我再来问 好啊 我电话都挂掉了 好啊 是这么近也要打电话 这只差 对 就一个隔板嘛 对 就一个隔板 没错 真的不能这样站起来讲 等一下那个什么 可以 太长了 太长 对啊 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 可是要安静 对 后来我本来以为是只有 人类银行这样子 结果没有 其实我到很多企业参访 人家都很安静 所以真的是媒体圈比较吵 对啊 所以斜杠真的不如我们想象 就所有东西都要新细 它有新的文化啦 不然会随土不服啊 你的身不如死是不能讲话是不是 不能讲话很痛苦耶 安安姐 都觉得很无稀困难了 那来这边